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白盛 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 在下姬莹莹 原来是继娘子 你认识我 白某来益州的第一天 就看见继娘子凤凰于飞了 继娘子有双慧眼啊 白某也是爱景之人 家里还有些许 相信继娘子赏剑一样 若是发现赝品 美副赝品 三片镜叶子如何呀 今天都快黑了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 瞒着我阿娘的 是吧 这边请 你可以 随便看看 你可以 随便看看 这幅队阳几何文景 是温静时流行的景样 如今已不曾见了 这幅花瓣团科晴鸟颈 文样虽常见 但之功了得 配似自然 也是不多见的真品啊 继娘子这一声叹息 是在说 这幅景是假的吗 白龙君府上 据是真品 上品 这今夜子我怕是转不到喽 新娘子今日仗义直言 让白某免于受骗 这一片金叶子 是你应得的 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 白龙君也不会上当受骗 你看出来那情有问题了 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 还有没有人要出嫁 你只是需要一个人 一个契机 将此事挑明了而已 所以我就说嘛 继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 不知白龙君 可愿用你的金叶子 买丝啊 买丝 怎么说 赎景珍贵 但好丝艺难求 我能染出这一周城 最好的丝 不瞒继娘子说 白某不懂织锦 更不懂染丝 这些对白某来说 只是兴趣 而不是生意 只是兴趣 那 在继娘子眼中 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还以为白狼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 看来继娘子要失望了 既然是直买锦 那又何须如此费事 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 若是郎君有意 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 气娘子这么做 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 人情 人情 实不相瞒 因为误会 城中的锦户 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 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 那在重力之下 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 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 要通过继娘子你呢 不是不可以 只是白郎君可知 在这一周城 各家特长所在 用料如何 几时买最便宜 你又可知什么样的文样 是当下实心 什么样是陈年积压 当然啦 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 只不过与其找一个生人 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 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 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 不过 这一次白某构井已成 而且心满意足了 无妨 来日方长 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 好 告辞 不送 不做生意却把民生打得响亮 不是有病就是有鬼 主人 咱们需要一个 打入一周谨业的契机 正好这季莹莹 又来寻求合作 主人又对她有兴趣 为何 趁机答应了她 信若静我们对她来说 只是之一 而不是唯一 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 再开架也不迟 不着急 先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